脸书旗下的社交媒体公司Instagram周一表示 该公司已经暂停开发儿童版本的Instagram 脸书的Instagram Kids项目自公布以来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该公司曾介绍说Instagram Kids需要由家长的许可才能加入 并会提供无广告适龄的内容 但美国的立法者和倡导团体 以安全问题为由敦促这家社交媒体巨头 放弃其发布计划 Instagram在一篇博文中说 建立Instagram Kids是正确的事情 但公司决定暂停这项工作 并会继续研发其家长监督工具 该公司说 现实是孩子们已经在上网 我们相信开发专门为他们设计的适龄体验 对父母来说比我们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 他还指出 YouTube和TikTok都有针对13岁以下儿童的版本 但脸书的这一项目仍遭到美国44个州和地区的总监察长的反对 他们认为 社交媒体可能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 另外还特别指出 脸书在保护儿童方面一直表现欠佳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